轉換一下心情來看到是長榮集團市值從四千億暴漲到上兆元 不過呢集團的經營權支撐卻鬧了三年都還沒有解 目前呢加上弟弟派今年已經取得了張榮發基金會的大半股權結構 使得戰況更加的複雜激烈 而在二十五號的時候再次的董監改選 其中關鍵就是二房的張國偉 還有他的媽媽李玉美的百分之七少數股權 最後傳出這一票是投給大房的弟弟派 張國正還有張國明把持了長榮集團三年的張國華 恐怕必須把經營權攻守讓人 長榮集團刺指張國明不乏雨滴到快閃 準備迎面經營權角力大戰 又是一次董監改選 大房弟弟派張國明、張國正傳出在改選後 會議不到九分鐘就正式推翻全面當家的張國華時代 去年長榮航運 因為疫情市值大漲從四千億暴增到突破兆元 文教基金會雖然是由哥哥派張國華勝出 但加上弟弟派去年已經獲得官方認證 拿下慈善基金會股權分別是46%比41% 都使戰況更加激烈複雜 而原本外界預測張國華會持續拿到經營權 沒有想到原本號稱中立的張國為母親 靠著少數股權聯合弟弟派擠下張國華 張國華跟老三張國正雙方在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可以說是不但對付空膛還大打出手 目的就是爭奪長榮國際的股份 所以這時候張國偉跟他的媽媽李玉美 他們所掌握的7%就變成是非常重要的 雙方想經營權多年內鬥互告 但這回卻被李玉美股權推翻 看看目前長榮國際股權配置 張家大房三兄弟各佔18% 張榮發文教基金會佔28.8% 慈善基金會5% 加上遺嘱中未處置的5% 以及張國為母親李玉美手中的7.14% 等於三兄弟中誰能控有兩大基金會 或是獲得李玉美支持就能當家掌權 但這結局也出乎意料之外 老大繼續經營 他算是以目前長榮集團裡面來說話 最能夠穩住目前的大局勢的人 因為張國正假設上台之後 很多老臣可能對他不滿意 甚至將來的經營者也謝謝大家的關注 那希望一切都可以順利 集團經營權糾纏三年 突然逆轉式翻盤 大房弟弟派曾有接手 長榮也回應目前順利選出新任董監事 江秉持公司治理 尊重選舉結果 正式經營變天 張國華時代恐將畫下句點 接著吳鎮宇科技學院台北採訪報導